Hello 我是LukLuky 今次是要用炭仔加上Nesco來打機 差勞不遲15分鐘 那為什麼呢?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紀念《鬼滅之刃》第二季的完結 這個是遊過篇的完結 恭喜恭喜恭喜 昨天看完都是非常感動 所以就立刻砌了一隊來試一試玩 順便都會講講第二季的感想之類的 好 編成方面簡單介紹一下 但是不知道過不過得到 炭仔 延前耐性 第二個是克拉 火力用的加上有盾 第三個是Nesco 毒耐性 第四個是破級收容的勇皇神 錄言前耐性 OK 最後一個隊員是新門紅魚 都是火力加破級用的 然後另一邊隊長是火苗 可以確保加攻的loop之餘都有個大把面 OK 那就試玩一次了 GoGo 好 入場之後變身先 火苗 OK 畫面不夠主 開了勇次郎 不是這個勇背郎 用王神 轉回L字 那呢 轉回全體 都可以秒了 可以秒右邊那隻 左邊就不用理住 防毒 沒事 再來Nesco 加上炭仔 Skin of Hit 好 然後這裡我們先轉一下 畢竟他是不打人的 發生 再來 這裡開始就轉回個 我想隨便都OK了 因為他炭仔有個破防 所以就算斜轉都可以秒他的 對 第二關 好 吸收的時候 來吧 深門紅軟 七之刑 不敢以為是那隻之刑角色來的 開了 黑拉 黑拉有個半減盾 給下一回合 那差不多了 有了 轉回9C 我想都夠力的了 OK 第三關 幫你 在輕減盾之下 3萬多OK 再來 炭仔 還有哥哥爹 沒錯我現在是滅殺他 轉回橫排界全火 好無疑問的火力之下 OK 搞定 第四關 好解呀 炭仔 這裡開Nesco解個先 再來轉回 快球旗 因為不夠珠之下 不夠好橫排都瞄不到 過過來5萬多OK 再來 炭仔 看來都不夠火珠 這一回合 看怕都瞄不到 半滅之下 減手指兩秒 硬食 然後再轉回 那夠不夠呢? 兩寸火 13C 夠了吧 OK 第五關 第五關 第五關可以變身 火苗二段 變新鮮 天火珠 再來 炭仔 好 炭仔轉回 這個 這個 呃 兩寸火可不夠呢? 可能不夠 天降就有機會夠了 OK 搞定 都不錯 火力都 暫時看下去 第六關 好 這關又可以 開技 Nesco 再來 解消豬 然後先轉一下 這一回合 就 再開技秒吧 哎呀這下差一點 差個橫牌 不夠時間 咦? 那天降有不同說法了 OK 搞定 有天降 就沒問題了 第七關 火龍獸 防毒 OK 我們有Nesco的防毒天降 這下應該可以秒了 我想 咦? 又是差我橫牌 死人手指被人減完之後 總是差了兩秒 那就秒不到 但是 沒事 沒事 加攻一次 再來 炭仔 OK 炭仔 加油 第二季炭仔 是覺醒了 有看的話 覺醒到忘記呼吸 很厲害 好 第八關 阿典娜 吸收 傻野 龍王神 OK 那 哎呀 不用開了我想 反面九火珠 我想 隨便轉回 橫牌的兩寸火呢 都夠了 應該地 OK 這個火力 平送爹啦 第九關 恨賴賴賴 哇 OK 暫時打下去OK 開個 開個鬥苗先 在大量火珠之下 這一回合 應該可以有些看透的 轉光珠 漂亮的 好 兩寸火 橫牌之下 天降 OK 這個火力 都是苗莉 漂亮的 第十關 都幾快 有成五百秒 差不多 好 五一偉門 快點 幫你 哇 十萬 猜死 再來 炭仔 哇 這回合難轉 好 橫牌搞定 一寸火 兩寸火 這樣 都盡力了 畢竟黑漢漢把臉 哎 這個天降漂亮的 好 五寸火 怎樣 又泳門 死了 好吧 第十一關 嘩 這次很快 但是這一關 都很大挑戰 因為水加上高防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 打進去 好 天降漂亮的 在兩寸天降之下 嘩 超級坦 很快 怎麼打 炭仔 轉賣了 哎 差一點點 那天降呢 哎 天降 天降兩寸火 這個火力之下 嘗嘗三 都打不入 哇 什麼事啊 鐵糟啊 哇 超級坦啊 這東西 我們留一點火珠 留一點 呃 火苗技 呢 因為他下一次是不打人的 好解角 開回next call 先 走開馬鬥苗 這回合看看如何 呃 這樣啊 4寸火 4寸火 夠不夠呢 4寸火 5寸 6寸 YES 7寸 YES 7寸火 有沒有機會 都打不入 哇 大哥 什麼事這麼坦啊 你 應該是不會死的 是辛苦一點 對了 撐到的 好 叮完三回合 唉 減回手指這下 痛苦 這裡 加上時間方面 只剩二百多秒 我只在這裡轉了五分鐘 差不多 第二邊 這個死亡真是很討人 有沒有天降 天降 OKOKOK 天降了 哇 差一點點 好難打 OK 吸收 幫你 OK 先把鬥苗 看看這回合有沒有機會 畢竟打到這個 飛水屬之下 應該有些機會都不頂 啊 差一點點 三寸火 啊 天降又是天降很美的 OK 這個天降之下 終於搞定你了 十二關 羅雅 羅雅也是個大挑戰 今天時間只剩三分鐘 夠不夠啊 炭仔 不可以輸啊 頂住啊 震魂哥 啊 那些火珠放題 吃屎 炭仔 好 這個氣勢保持住 轉回管通 先 這樣吧 盡力了 雖然沒有心珠 但是在管通 加 嘩 行不行呢 完全打不入 糟糕 這次 這次糟糕 不要放棄啊 炭仔說真的不能放棄啊 我們 Akira Meluna 他們怎樣也要轉回 這樣吧 好 頂住啊 嘩這個天降之下 嘩這樣迫害我啊 你這樣天降 我就沒力了 屎 再來 快快快 用時間競賽啊 我們要 再不快點就會輸 要像黃鋒那麼快 神速 留點火先 好 我們在這個火力之下 嘩 適合 很糟糕 再來 火苗 2萬9命啊 嘩 說不及 說不及了 嘩 大哥 好難轉啊 越趕的時候越難轉越急 白痴 有沒有天降啊 沒有天降 不大鑊 咦 有技了 OK 終於有技了 深紅魚 不想了 一輪 火珠大荒蹄 金服炭仔 有技了 這裡怎麼都要轉個超厲害的版面 一定要 要轉兩寸 漂亮的 兩寸 貫通 好 十一combo 天降 OK 差不多了 有沒有機會 都不差的 但是 剩下40秒 時間不多了 睡完衣服 要走了 天光了 這次很糟糕 這樣吧 貫通加上一寸 這樣多一寸啊 唉 沒了 等了十秒 唉 數石 最後 轉完貫通 唉 還沒轉完 大哥 好來好去嘛 三寸 你被他轉完嘛 你敢來握住炭仔呢 好不人道 好了 這一隊就是炭仔和Nesco來挑戰 機構成Challenge的試玩 其實前面是很穩陣的 是後面兩關呢 十一二關這兩關呢 因為是吃正水屬性啊 特別是十一關 起碼花了三四分鐘來打 所以最後是 沒有輸到啊 沒有輸到 是time over 不是game over 是time over 假如打回20分鐘限時關呢 我是完全有信心贏到的 畢竟就輸又不太難打 是煩了十一二關 所以假如給多點時間炭仔磨練一下的話 覺醒之後的炭仔一定贏到 只是差點時間 好啦 那最後就講一講 今次條片的重點 就是鬼魅之刃第二季的感想 可以說是觀後感 講多一次 今次條片是 感想為主 攻略為次 怎麼講呢 因為鬼魅之刃第二季這個遊國篇 就是我最喜歡的篇章來的 漫畫 而今次看完動畫之後是更加正 UFO是把動畫那個 臨場感加上戰鬥畫面的迫力 都是很足夠的 今天第十話都是最高潮的一話 無論是打鬥和最後的那一刻 即是爆炸之後的餘溫 可以見到UFO是非常有心機來做這套動畫 那作畫方面就不多說了 講一講為何我說 端遊篇 不是遊國篇是我最愛的篇章呢 首先是人性 這個人性我是指鬼方面的人性 你看到那麼多集裡面 或者說那麼多的尚員裡面 尚員六應該是最有人性的一個鬼 畢竟以關別之刃的設定 變成鬼之後的人 或者說變成鬼之後的鬼 都會忘記了生前的記憶 但尚員六就不是了 就算這兩兄妹變成鬼 就是依然都是兄妹 即是見到這份基本 這份愛是保持著的 保持著下去的 那堂基也是很依賴他的哥哥 忌夫 而忌夫也很疼他的妹妹 你看到他剛剛出場那一刻 是幫堂基麻眼淚的 你欣賞這份愛是不存在在鬼之間的 所以DESYO說 尚員之六是最有人性的鬼 相對之下 畢竟這一份愛是超越了 人和鬼之間的身份 也都見到的基本是非常深的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對比 是什麼對比呢 是炭仔Nesco和尚員之六的對比 畢竟這一套是以兄妹的基本為首 為開始之端 而兩對兄妹的對比 可以說很不同 亦都可以說很相似 那不同的是什麼呢 首先主要是他們家裡的環境 雖然兩者都很窮 但是炭仔算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所以炭仔和Nesco成長是比較正氣的 和比較為人設想一些 而忌夫和堕基的生活環境 可以說是地獄 畢竟在妓院裡面的最低層生活 我想再善良的人 再好的人都會瘋 所以最後那段忌夫的自白那裡 他會講回的假如 那是他的妹妹 那是亦妹妹 假如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之下的家庭成長 會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雖然這個位置是很令人反思的 亦都很感動 而兩對兄妹們相同的就是那份愛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彼此都是唯一的家人 即是無論炭仔或者妓夫也好 富妹也是他們唯一的家人 所以這個基本是很強烈的 是強烈到兩對家都不會退樣 所以這個對比之下,整個劇情是很有火花,很好看,亦都很感動 而最正是炭仔說了一句話,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他說假如命運不同的話,命運的安排差一點的話 可能變成鬼的就是他和Next Call 這句聽完之後都是很有感覺,個人認為 畢竟很多時候,或者說很多東西都不是理屬當然 假如那時技夫和墜基沒有遇到上元之六舊那個 同魔的話,可能就不會有現在的上元之六 而你一邊相,假如炭仔和Nesco當時沒有遇到水柱二勇的話 亦都不會加入鬼殺隊 所以這裡我想說,雖然命運是由自己掌握 但你在什麼環境出生,和你遇到什麼人 是完全會影響你的命運的 所以這個事實個人認為都很殘酷 那是為了炭仔說這句話,命運不同的話 兩者身分或者會不同,這是令我感動 但幸好因為的是最後一段劇情 即是技夫和墜基在地獄相見的劇情 技夫叫他妹妹快點走 即是你走你一邊,你一邊是天堂,你一邊是地獄 大家從此之後,就個人過路了 而墜基就說不肯,沒有哥哥你的地方 我說怎麼都不會去的 技夫什麼都沒有說,就背著墜基一起錄地獄了 這一段兄妹之間的愛的描寫,個人是哭著來看的 因為對於他們變成鬼之後,還可以保持著生前的聯繫 即是那份基盤,是很感動的 你想想他們生前是兄妹,死完一次之後變成鬼,都還是兄妹 然後第二次的輪迴,又死一次了 這次技夫叫墜基去第二邊投胎,不要跟我 但最後兩者都是因為基本的強烈,是在一起 即是再一次以兄妹的身份,入第三次輪迴 雖然這一份愛是令我好感動的 亦都是我怎麼這麼喜歡遊各篇的原因 主要是作者描寫這個射圓之錄,是很有感情 今天跟炭仔Nexco的對比之下,整個劇情是個人認為的 是好...好什麼呢?總之個人很喜歡啦 OK 好,而第三季的刀斷子之里篇,亦都正式宣佈是開始製作的了 下一篇就會是武一郎、霞柱和戀柱金露治的活躍 作為粉絲都是很期待的,希望可以快點出吧 好,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個人是非常極之希望十周年 PND可以复刻公平之人 好嗎?好嗎?謝謝你 OK,那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影片,希望給你讚好和訂閱我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拜拜!